解释第六章第七節 期待第四因的时候 我听见第四碗物说 离代 因为我对每个字都有反应 不要说是一节经文 我自然会对某一节经文的某一粒字很有兴趣 那种兴趣简直是睡不着 晚上要打起床三个小时 才再睡觉 你能够明白为何我说的第三点 所以我的题目从来不是不胆不撞 因为就是这种你已经将生命献上 而你不断燃烧不断乐意 慢慢就会出现这种共鸣 普通人不会有的 他们不会对这种共鸣 等于有一个饭食的人 晚上自然对薯片有共鸣 对汽水有共鸣 因为这是他的胃口 但我的胃口就是这一类型 明白吗 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 这个不是我天生 我可以说是我天生最怕见读书 你递一些字给我看 我就已经自认他百分 上课我宁愿看小说 也不会看书 不会听书 最怕就是要去理解一些东西 因为要用脑子 我最不喜欢转脑袋 去理解一些学术性 资料性的东西 因为疲累的 辛苦的 你见不见 这是我自己信了主之后 因为爱主而改变 所以你都可以做到的 OK 但你做不到 起码你懂得珍惜 现在石安出来的讯息 是不是 变了你 你不要变了三脚猫 听了两次 就已经觉得 你比日华 大有人在 你知不知道 在我们教他当中有些人 离开 即是连本 concordance 类篇 都未懂得用 就已经说 他比日华 那种 没有自知之明 那种不知羞恥 那种骄傲 都挺疯狂的 你知道吗 亦是因为这种 去到第四个level 第四个level就是 内容的长度 其实很多时候 神要我分享一套讯息 现在大家也知道 其实我分享的讯息 根本不是打游击 一个题目 是分享很多篇 有时候是 一个字 或者一节经文 都分享很多篇 就像今次号外篇 用了看熟一样 用一节经文 亦会分享很多篇 内容的长度 神让我共鸣 究竟是一个字 还是一句 圣经 又或者是一节圣经 又或者是一章 OK 记住在一节圣经的一个字 和 一个题目的那个字 是不同的 OK 比如在 爱篇里面讲的爱字 和全本圣经讲的这个爱字 是很大分别 在一章圣经的那一节 里面讲的 和这个 将它变成一个题目 去讲 是完全 不同的印证 所以 在我 跟着那一步 就是 神 让我共鸣 究竟是一个题目 共鸣是一节圣经 还是一粒字 而这个就会 决定到 那一篇信息 的长度 通常如果是一节经文的话 他很多时候 都是 一两个礼拜 的分享 但如果是一章圣经的话 很多时候就变成一年 如果那个是一个题目的话 那个题目就可以很长 就像摩西斯边 约失文众 这些的信息 就是一个题目 就变成很长 甚至用这个方法 去 印证 就是那种感觉 就是那种很振奋 即是 一想起这个题目 就直接 很兴奋 很开心 废寻忘餐 去查这个题目 因为这样的 因为通常 浮了一个题目出来 是一个题目当中 很多很有建设性的问题 就在我脑里面浮出 这个就是为什么 很多我身边的 帮手研究 主日讯息 或者一起预备的 资料 就明白我在说什么 就是我突然间会对一个题目 啊 玫瑰圆计划 明明开头只是一个名字 就是有人跟我提起 然后我就会不断问问题 为什么会这样 这里是为什么 开架是怎么样 为什么会这样对比 图像是这样 全部不是乱问的 有些人 又是按着他的不信 所以 你看到最根基的动机 很重要 我就不是按着我的不信 又不是只按着好奇心 而是按着神叔给我的感动 去问一些很有建设性的问题 有时 基本上佔了一半的问题 是我自己问我自己回答的 OK 但有时是即时回答 有时是 过了几天或者一个星期 啊 突然间就想通了 因为我自己问了自己的问题 但我过目不忙 这个问题就是在我潜意识当中 去消化 打开我自己的思维 和傾听 去听神叔给我的答案 所以我很喜欢 跟资料员 大家去聊天 聊天的时候 常常都会问 问一些问题 其实不是问他们 因为通常他们都回答不了 他们问我的问题 但我只是问一个问题 给他们听 然后呢 他们又会说 这个问题当中 你是否在问这件事呢 如果你问这件事 会不会是另一个问题 也有需要回答呢 这样大家谈谈谈谈 有建设性的问题 那答案就出来了 这就是这么多年 都是这样的 其实一个是从一粒种子开始 慢慢 很快的 就是 灾种劫组 收割这么快的 说起那个题目 就出现了一套信息 有时是这样的 这就是我所说的内容的长度 原来 神不单是有时给了一个题目 或者给了一支经文 并且给了很多 只要我找对方向 就会出现很多关于这个题目的问题 去反问我自己 但如果我的方向错会怎样 当然 振奋不会有 但是根本没有问题 直接不会有问题 不会让我注目在那个方向 不会注目在那样东西 因为有很多问题 我只能打开 色经书 或者打开一些工具书 我就找到了 这些问题 甚至我去打Google Google search 打几个名字 我就已经找到这些 历史背景 或者资料 明白吗 我只是说这个 最主要就是开始 但问题在这个问题 那种多的程度 是会导致长度 成立了 当一到的长度完了 就突然间这些问题停了 那感觉好像什么呢 好像你有时想一样东西 你明明觉得 答案就在了 就好像我们尝试去记一些东西 到口边的 那个叫什么名字 那套戏或者那套戏叫什么名字 那次去那间店叫什么名字 到口边的 就是说到 就是说不到出来 就是这种 就是答案就到口边 其实 通常我研究一套讯息 为什么会 常常一路一路 好像 按着一个方向延伸 就是神用这个方法 这个方向 带领我去unflow 很多他为我预备 为我们教会所预备 的这些讯息 和方向 那我就一个 按部就班打开 一个由淺入深 一路打开 然后 当那个感觉 就是答案就到口边 然后 找到答案 然后就没有任何其他问题 我知道这套讯息 就要终结了 而第五点 就是 不单止方向 原来我们找到方向 你怎样填入肉 因为你找到方向 方向就是 说这个方向 但是问题 究竟里面是说五分钟 还是五十分钟 还是五百分钟 解释录第六章 第七节 记得第四因的时候 我听见第四 激活物说 你来 心 心 心可想 跟着灵人 怕 吹着你 尝与切心兴奋 心 烟命感 珍惜你爱 人生不需要分 想共你的半战行 人生中找到你 我每个热情并欢迎 满在主义人的怜悯 人生中找到你 已脱退救人罪女苦困 我每天生与心的根深 信靠着你 每日无愧无厚 信靠着你 本事神之无音 信靠着你 每日每刻 心感振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